朝园区的老板联系我 因为我们这家店呢 就本身是 live house 嘛 然后我们又是一个新入住 到这个园区里的一个商家 他希望我们能够做出表率 打个样子 对 搞一个晚上营业的 可以晚一点开始 这真的是巧了 这真的是巧了 这正是我们刚了吗 冷咱们冷咱们先冷 不是这个整的好像我们都 事先 i'm out 是不是 对啊 真美咱先冷静 那园区给我们什么支持 如果园区给的支持 最大的支持现在其实 你看我们这地儿 其实人家是没收钱的 我就是把这信息带到给你们先 你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然后咱每次就是定了 主理人肖昆这次对吧 对 跟我有谈条件的机会 我先去物资仓库等你们 你们可以自己再讨论一下 好 走了 加油 还剩五千八百二十八 五百二八 加油 朋友们 好 加油 加油 拜拜 拜拜 还有三场 来 坐吧 还要几个大家要求 我跟你讲这时候我有经验啊 咱必须得讲死了 在这边把所有路都堵死了 因为过去他不会让你跟我们聊天的 他上一轮去嘛 因为上一轮他店长 然后这也是有这个环节 然后他去的去压了个手一回来 什么都怕一遍 连横杰去都压了个手一回来 你看 现在就是接受到那个王总的讯息了 也要发展一下业经济嘛 所以正好跟我们一开始想法很贴合 我们想这场主题叫无眠之辈 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名字 我觉得很厉害 这是一首他的歌 哇 太棒了 因为我有一首歌也是这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超好的 无眠之辈 所以正好跟王总这个想法 一拍即合了 一撇即赫 我们刚刚这个主题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说起来 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的理由 对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晚上都睡不着觉 这是不够累 还是不想浪费 不想浪费 那你也分享一下吗 你是失眠的人吗 你应该是吧 我很好睡 你现在已经是 我是五分钟之后就 你现在已经这么幸福了 那一般几点学 我一般十二点 你太健康了 什么时候变这么健康了 我再学 我只有写歌 以前要出专辑写歌 那一段时间会有大概三个月 会失眠到三点四点 我有时候会看到凌晨的太阳嘛 对 我特别害怕看到早上的太阳 而且那个就会一直循环 对特别阴谋 就极度阴谋那样 第二天就想透透 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去看日出 人家是睡好了去看日出 对 对 人家十点睡 对 人家睡倍好 人家十点睡 然后起来看日出 早起 你是一九没睡去看日出 人家是早上早就起 明白了 我刚刚这样听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 无眠之辈 每一个人失眠的理由 所以才会每一个人都唱不同的歌 睡不着的人们 我们听你无眠的故事 唱陪你入睡的歌 这就是稳安 这就是稳安 人家太厉害了 稳安之神 哎呀 哈哈哈哈 跳舞就这么写就完了 嗯